看到有这么多人的围观 当然是有明星出场 这一次就是号车的浪子王杰 为他的电影《车神传说》举行签名会 拍了这么久 终于都完成了这部电影 他感觉如何呢 很高兴因为终于可以马上要上演了 我自己第一次拍真正的所谓的车神的戏 我希望赶快很多人看得到 那戏里面可以有很多飙车的场面 那可不可以满足你这方面的 你的需求呢 还不够 还不够 我希望可以一次比一次可怕这样 一次比一次有挑战性 这样对我来说我会比较 觉得有挑战感 比较会有征服那种困难度的那种感觉这样 男主角就认为戏中飙车飙的不过瘾 而女主角尚维棋在这部电影里就有个突破 王者跟戏里面的人可以有朋友 这是我刚才已经讲了 就是我穿的衣服比较小了一点点 不是性感就是因为天气很严 所以就穿的比较小一点 本来这天是电影的宣传活动 可是却变成了王杰的歌迷为他庆祝生日 我看到他们我就很高兴因为他们买了很多礼物给我 都是我最喜欢的那些米其老鼠啊 或者是一些小小的很小的一些小东西这样 因为我们很少机会跟歌迷这样聚会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是我自己今天很高兴因为好久没有做过生日了 那最喜欢哪一样的生日礼物呢 要想那么多 其实如果真要说我最喜欢当然是米其老鼠啊 或者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们还没有交给我 因为我喜欢他们的成绩单啊 因为我很多歌迷在去年我刚回来的时候 他们那时候还读高中而已 然后很多本来都说不读书啊 那我我有给他们讲过 我说如果你们要每天跟着我这样跑来跑去的话 我说除非你们考到大学 果然后来有很多很多都考上香港中文大学 香港英文大学 也有把成绩单拿给我看 所以我很高兴 那我希望不是因为说考上大学了就随便念书了 我希望明年他们还是一样会把成绩单拿给我看 我觉得那个比什么都还要高兴这样 王杰最喜欢的礼物竟然是看到各位歌迷努力上进 真的是叫人感动 但是受心自己的愿望是什么呢 我希望我的当然车程传说票房可以大卖 我希望我的唱片可以大卖 我希望事事非非远离我吧